大家好 其實現在很慶幸講Granseco 沒有人再問為何要用幾萬元去買Granseco 我自己其實是20年前已經開始 射標開始已經接觸Granseco這個品牌 當時很多行內的人都會很推崇備致 講它的準確度和設計簡約 現在我就可以簡單用兩個角度去講 第一就是它的機身打磨 的確日本人很盡心思和方法 打磨到每個機身的部件非常順滑和漂亮 除了因為它漂亮之外 使打磨做到順滑時傳送動力的時候 可以做到減散動力傳送的磨擦 令整隻錶的耗能減少磨損減少 和準確度可以大大提升 Granseco現在每天的五、七、三、六、六秒之間 第二個就是它的錶盤設計 功能上不會追求很複雜 它的設計是比較簡約 但其實你拿一隻Granseco上手 你會看到它也很重視打磨功夫 無論它的指針、錶盤、錶殼、小時刻度 它是一個很多面的造工 亦是用不同的打磨方法 有拉絲、雅、雅身打磨 亦有拋光的 換言之你只看一隻錶 很平面地看它 它也很有層次和立體的感覺 去年Granseco正式到立體的品牌 我記得在巴蘇的時候 看到有很多不同值得說的錶款 例如這隻 這隻潛水錶 Granseco出了很多 都是Spring Dry的機身 去年頭炮出了一隻全機械的潛水錶 是9185 是一隻High Beat的機身 精準度更加上一級 而且本身這隻錶 是全隻都是泰廳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錶殼 和整隻錶 是比較厚身和大隻 但它仍然的重量是適中的 而且錶盤是用鐵製造的 對於傳統是有防止的功效 第二隻我很喜歡的是 Granseco 它的現代演繹版本 1960年那隻第一隻Granseco 最有趣的地方是Simon錶 它用了Titan製造的錶殼 還有它有40.5mm 它整隻錶殼的設計 比以前的粗線調整 Simon之中帶一點運動味 比以前的Simon錶更大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個尺寸 它搭載了9S68機身 雖然不是一個High Beat的機身 但本身的準確性也非常高 這隻我又賣到 我日常配戴幾次的感覺非常好 感覺不只是Simon錶那麼簡單 也有它的Sporty 有它的強悍一點的味道 這是我自己很喜歡這種氣質 第三隻是它去年年尾出的 這隻也是一隻Simon錶 但搭載了High Beat 3006機身 換言之準程度更高 再看它 它的錶盤是用日本傳統券布做的靈感 所以整個感覺是比較柔和一些 溫敏一些 還有阿拉伯數字的設計 金色的時針分針 整個形態設計概念 都很明顯是 原則是60年代Law Marvel的3600的設計 整隻錶比較細小 39隻 數量也不多 限量453隻